登山 我們大概在根據蓋山的了解 就是因為山坡有一些土石流的崩塌 所以我們要看有沒有利基的危害 這有高壓電的一些 因為上面有高壓電 所以高壓店如果快速的給它補強 不要造成我們住戶的傷害 那一勞永逸是高壓店如何做好整個班圈 因為這個住戶太密集了 而是坐在玻璃旁邊其實都有安全的一些問題 現在有收容的部分嗎? 還是說他們要自己找地方住? 有,我們現在都已經啟動我們的暗示計畫了 所以有一些有力氣危險的住戶 我們都把它安排到我們旅館進去 有一些入戶如果沒有問題的就在就地安置 其他的我們都是一直到警館去到安置 那如果有口的問題我們都保持可以來接受